是啊,這裡崩塌,到下面說 當我幹什麼? 你的鋼筋不按照規定 等於賞國二國,現在我拿你剛好而已 果然是有病,眼睛這麼尖 沒錯,我換掉了一些鋼筋 不過你放心,我做事很慘 你打夠沒啊? 高城可以做知識 我一再電信,你別惹事,你聽不懂嗎? 鋼筋在那裡,大家都看得到 你以為每個人像你一樣,都不瞭解建築嗎? 鋼筋是出世信 我才不相信你看得出來 一定是有人公公報警 誰又贏的 文歌告訴你 高城可以直等於是文歌的名師 你偷偷減量就是丟他的臉 文歌還問 哪個荒傷膽子弄打,最敢動手腳? 你又問怎麼解釋? 李漢文怎麼知道? 我換掉鋼筋了 我你不是他怎麼知道的 你是你亂買 你這個做不僅傷害自己 還會害到文歌你知道嗎? 你就告訴你他們 廠長縱錯,功夫而舒服啊 欸欸欸欸欸 欸,做了什麼啊? 做了什麼啊? 欸,你瘋了 你弄我摔下去 我抓你一起摔 就在同歸名字 我都要給你一個獎金 欸欸欸 為幾個鋼筋 學武那麼大嗎? 別開玩笑啊 害怕 我看你來這裡就是要讓我知道 事情有多嚴重 我的臉是文歌教的 但是還不在文歌面試 無法做人 我只好把臉 還開個功夫 欸欸 你想死 我還不想啊 人家不想死 就把鋼筋換回來 鋼筋寶寶怎麼換啊 會是要重磅嗎 還要重磅 要花多少時間啊 會趕著記住啊 哼 跟我花店前期勾人看 我就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想把他當街頭 那要花多少錢啊 我不是陪產的嗎 拜託 你別那麼堅持啊 我花了 花花店 我不像你這麼卑鄙沒良心 如果想陷害我哥 我絕會放過 要不要把房間換回來 你說